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扮高深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對呀 陳信 陳信跌得很厲害 對呀 對呀 你怎麼看呀 尊重點擔心 對呀 多了很多 買靈菇等等 不會吃呀 如果吃你也不買一隻先 就可以吃呀 希望吃得這麼多 起翻多一點 對呀 是吧 怕不怕會再跌呢 騰順醫的 對呀 這些 二百十幾塊 都是呀 都會緊緊一點 不要說不正 都會緊緊一點 股票的東西 有時先 有時跌 這可能講 是吧 希望我們去玩多一點 今次都可以先 好事先 可以怎樣成功 環球帶跌勢 大家嚇到心慌慌 不要怕 是時候找沈大師 和大家指點迷進 其實陳信 如果大家知道我為什麼看探 你真的有看我的報道 我的評論 我跟蹤的 你不只是看標題 對呀 那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我看的東西 全都重了 去年第四個業績 我已經打落打鼓告訴大家 手遊的增長會慢 它是靠分拆來頂住 令你覺得還是有增長 但當你去年第一 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 你用那個 我們叫做浪GAP 浪GAP 那個制度 你已經看到 這個倒退 根本就不是意外偵測 過度樂觀 如果大家覺得 騰訊那麼大 是國家一定會看著的 可以告訴你 你是看錯了國內的政治 單單用基本分析 稱股值 騰訊 200多元 真的沒有錯 一定的 跌到最差 可以多少 今年 你看一下 剛才阿伯 用了幾百萬來買騰訊 我初步計算過 如果他說買了 萬幾股 如果我當他三百五十元 當時買的話 他是拿了五百多萬的股票 不過 說真的 第一 我想跟阿叔說 WhatsApp我 打給我 五九三三連八二九 你幾百萬 其實投資 我永遠都會叫人 分散投資 我自己也是 所以我猜測 我也會有 例如海外樓 甚至永豔亭 永豔亭 第一 跌的機會 不是沒有 以我們分析的節目 也講過很多次 或者大家有興趣 我都發出資料給你看 為什麼 原來跌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升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即是說香港骨骰骨骰市場 跟香港的屋子一樣 供需求的問題 即是 政府發完牌之後 會多了最少四十幾萬的新短缺 再加上骨骰骨骰市場本身的短缺 平均輪候要七年 比輪功5.3年更長 再加上發牌會有很多新短缺 那些人要找到新短缺 再加上大灣區的概念 然後 你變成香港澳門是中心 即是珠海也會搶著 在澳門買這麼漂亮的靈敷場所 來安葬 我看到 即是在短缺之後 大陸和香港立法新發 例如你有沒有看到 《跳日退生命線》 馬拉中的新集 是推第一集宣傳六色殯葬 《跳日退第一集》 我沒有看無線的一集 即是撒這個骨骰 你就可以看到 政府也說到2047年 香港骨骰的政府的數字 剛剛的短缺是110萬 現在大約是5萬 立完發營牌 我個人估計大約是40幾50萬 但2047年是110萬 人口又不斷增加 不斷增加150個 所以只會更加短缺 公德應求更加厲害 因為政府升起的數字 永遠追不到死亡的人數 火化的人數 所以我看 例如你把骨骰的骨骰 現在十多二十萬 即是十三萬五千的入門價 你的升值潛力 我覺得只是在升多或升少 升一倍還是升十倍 升十幾倍 就是這樣 你擺一年擺兩年 擺三年四年五年 那些分別而已 而且因為政府要六年的緩衝期 最遠都可以看五六年 你可以看到 2047年也行 到時可能升超過二十倍 還是刀仔鋸大樹 因為這麼低風險 潛力高 回報高 刀仔鋸大樹 低成本的投資 在哪裡找呢 所以跟泳念庭有興趣 除了可以報 我們10月21日 我們那個299元 包船票參觀泳念庭 之後去永利吃自助餐的行程之外 WhatsApp我 59330829 就算你不可以 我隨時詢問我泳念庭的資料 299元 船票包自助餐 是的 我都會給我個人的資料 給你看一下 我個人的資料 對整個市場的分析 跟我聊天也可以 再不是你跟我們買海外樓 你喜歡買泰國樓 也覺得越南樓 還有現在很多大陸人買 柬埔寨 馬來西亞樓 好過你幾百萬就買騰訊 不知 騰訊 我們有個主持 我不開名是誰 當時他買了 當時他買了 是 當時跌到340 又買了兩手 前兩天還在問我 昨天就大跌市 喂 最近有沒有買股票 有沒有買新股 這樣的形勢 怎麼會賣 是 我之前六月已經說 跌硬了 10月11月開始會大跌 跌一成就最少了 他都不會怎麼跌 最少升少些 股市結果 我不知道他去騰訊 就放了尾 我也抓他 我想還未放的 好運 昨天我看到他 我想問他的時候 他剛剛已經走了 沈大師說 第一 香港的納米樓的樓價 是會跌到無底深潭 恆指會低見1萬6元 我現在 上兩個星期 我和啤梨做節目 我就說 恆指最少會跌到2千4百多點 昨天差點見到2千4百多 我相信這就很快會到 甚至 美國的股市由3月 那時是2萬6千多到幾點 曾經跌到2萬4千多 現在是2萬5千多 對於中美貿易政 他受傷不多 戶指上海指數跌了超過1千 香港是3萬點 跌到現在2萬5千多 又跌了大約差不多5千點 你見到究竟哪個傷點 只看股市是一目了然 都還未計算美國的失業率 即3.7% 是1969年以來最低的 你看中國現在 剛才我第一次說 經濟狂東 全部是劈價 大灣區那些樓 未升就已經大劈了 由中山 碧桂園 由惠州 惠州雖然升了 但跟你說 這兩三年是有價沒有市 雖然你可能80多萬 賣升到200多萬 其實你去 你用百多萬方 或者五六十萬方 都是沒有人要的 是有價沒有市 對惠州和中山 對那些樓實際上 所以肥媽叫你買 你信肥媽不如信我 真的 馬來西亞樓 你最少都有利息 賺一下 香港你買銀行的股算 即是多息的那些股算 最少怎樣也好 你都收下利息 你買什麼騰訊 有三類股 我之前說過 我叫大家不要買 醫療股 科技股 內房股 這三種股 千萬不要買 騰訊屬於這些死人 所謂的科技股 沈陣營甚至會跌到兩百元 當然這是美國環球的股災 有些港股佬 我見到他今天寫 是因為美國現在先用未來的錢 即是消費未來經濟的數據 第一 未來的經濟數據 在貿易戰之下 其實只是會差一點 不會好 我跟亨利都預計 是由下年中期 或者更早的時間 即是下年經濟數據 開始會浮面 是否跟鄭少秋秋 秋冠現在在湖南衛視 還是湖北衛視 有新劇集開始 是嗎 是有關呢 這麼大 所以我心想那些新聞 對你早就說 因為多些人 阿伯和神州 就放了他的死人股 我記得 即是謝里 有時候給一些股 我都不測 他都說 未來人說股市 都是波幅 就沒有說 今年會大跌 我看是會大跌的 另外就是 之前檢查了 中美貿易戰美國的 所謂關稅的清單 不是的 有很多是原本的 無關痛養的貨物 其實如果再檢查一點 那些是佔了一至兩成 超過八成 都是很嚴重的貨物 這次特朗普是奶真的 不是玩玩一下 大哥 想跟你肉食區分禁制 但人家基本盤好 你基本盤差 說回香港的樓市 營趣半島 清衣 之前都很受歡迎 劈價21% 才可以轉到手 本來業主對放盤761尺 實用面積的單位 1650萬 即平均是2萬多尺 現在要放到1320萬 即剩下1萬7千多尺 我都說黃埔之前做1萬7元尺 1萬6元尺 1萬8元尺 現在是1萬5元尺 跟著沙頭角 有人用530萬米 在粉嶺明都很久 給了10萬元訂金 因為看到現在的樓市股市 寧願撤訂 賠給經紀錄金 要賠20萬6千元 都寧願撤訂 寧願這26萬6千 都說我之後便宜些再買 可能一便宜是便宜一百幾十萬 現在五百三十萬 再次是四百萬 便能賣到 寧願 原本放假的業主五百三十萬 便能調低到五百二十五萬 天仲苑天水圍 M座中層十五十 實用面積是四百二十九尺 今年四月便開始放 但現在都未放到 放了超過半年 最初叫價是二百八十萬 終於賣得成了 最終是二百一十萬 接著 最初七月的高位 他們的成交價 七月在天仲苑 七千四百多元一尺 現在四千八百多元一尺 跌了超過三十四百分 不過當然 如果你是早買的 你現在是賺少了 如果你是幾年前買 但你都看到都是大問題的 另外我還說一些新聞 譬如最近山竹對林鄭說 政府部門會著情處理 怎知道衛生署 因為落馬州口岸 有很多人因為 你知道落馬州很討厭 回不到工 集體請假 竟然現在衛生署 拒絕承諾 或者董建華一夥 即是現在炒作港獨議題 那幫人的操控 因為連衛生署都擺明 林鄭下了聖旨 說要著情處理 都不聽她說 你可以發現現在是接二連三 政府的部門 是不聽林鄭月娥的話 是 你可以看到六八九想回朝 想搞搞林鄭月娥的事情 已經在做了 很多公務員 寧願聽前朝話 都不聽林鄭月娥的話 即使她都是公務員 她出身 你看到都是很嚴重 很多公務員 那些人 雖然看這個施政報告 我看到毛孟靜就說 施政退報告 林鄭月娥的未來的願景 就刮了六八九一八 我心想你毛孟靜是不是傻了 如果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 是刮六八九一八 即是表示她的施政報告 是比梁振英年代好很多 但你看回民意 再看她這樣 脫田海 中地又是不搞 高爾夫球場又不搞 哪有好處 反對派做傻了 要說就說 什麼要刮六八九一八 六八九都沒怕過 六八九一馬眼 屈穎言之流馬眼睛叫 那些良返馬眼睛叫 林鄭立23條 林鄭本來說 任內不會立23條 現在都說要為23條做準備 擺明就跪下了 怎麼刮六八九一八 就算你刮六八九一八 有什麼事情要緊要 神經病 你是不是變相稱讚 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做得好 對 現在你要刮 你夠膽說 你說 我現在 刮共產黨一巴 我大大力刮 你做些事情出來 給別人看 我刮共產黨一巴 好過你借林鄭她之力 你刮六八九九 大佬那個 還有啊 林鄭月娥也不是你們 泛民主派刮 然後 許智峰就說 林鄭很多事情不守諾言 譬如說 馬海 入境處不批你 你敢做不敢認 其實呢 我相信 不是林鄭下命 可能是後面支持梁振英的人 或者上面的人 下命 或者入境處 自己擅長 因為有董建華 六八九去支持你 就是要把這些港獨議題 炒大 搞好政府 永無靈日 就要立23條 六八九 就要回朝回來 踢走林鄭 林鄭 林鄭不能連任 或者要提早離場 提早腳碰 就下台 接二廉生 有政府對部門 許智峰就說 林鄭不是君子 林鄭寫回她 君子動口 不動手 都是看的 整個施政報告 泛民都是動口 不動手 郭家麒說 林鄭你是騙子 你是敗家 不動棕地 不動高爾夫球場 然後梁君彥說 李雪華 是侮辱性的 然後公民黨 郭家麒去收回 你說多厲害 沒有用 接下來這個補選 就勝算了 你說明天去燒夜吃 是不是會聽 有些 即是有機會 那些人說 什麼勝傳 憶民會出來參選 你信不信呢 我呢 純粹說 七十歲 我信的 因為始終我覺得 憶民在這一刻 那個勝算 或者策略上 他根本上已經完成所有泛民 或者已經叫做 非建制 如何完成完成呢 始終他的底 是好過很多 即是你覺得 如果現在 就這樣 現在補選 暫時只有 馮檢基劉小麗 和陳凱欣報名 你 中出洋子報名 是嗎 中出洋子 陳國強好像說報名 他說想選 還沒報名 還沒的 你覺得結果會怎樣 如果暫時要選 如果 我撇開毓民那裡不說 我只說 現在你說 是陳健康 和 陳凱欣 陳健康是他的賤人 他當年 陳凱欣 馮檢基 劉小麗 這三個 假設這樣算的話 我不是陳凱欣 就是陳凱欣 但當日姚秦嚴輸了 泛民主派的黃絲票會賭回劉小麗 不會的 為甚麼呢 人家已經做足功夫了 說真的 在這段時間 人口是會增長的 人家每天150個人 你以為是留的嗎 要做些票給你很難嗎 不難的 還要你想想 福建計劃 什麼差計劃那些 那些人全部都有 陳凱欣 知名度不是高永文 不關知名度的事 選舉只不過是一個形式來的 投票 你只要是能夠拿到一個 投票權 說真的 你住哪裏有甚麼問題呢 現在我要票 我就衝下來投票 即是中票會令到陳凱欣會贏 一定是中票的 好了 你剛才私下說 如果玉敏選 玉敏會贏 為甚麼我又說玉敏會贏呢 因為其實在這個 如果你說是中票的話 陳凱欣會贏 對手無論是劉小麗 黃毓民和馮劍基 都是陳凱欣贏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毓民出來的局勢又不同了 因為你要記住 每一年 每一次的投票 那個投票率 說真的 都是五成多一點 可能有一百個人 可能有四十幾個人 是沒有投票 如果毓民 這次他真的出來的話 他有可能會令到 平時不投票 這班四十幾 即一百日 一百分之四十幾 可能他們會走出來投票 而這一堆的力量 有機會是大過那些中票 即是你意思是那些中間票 會投黃毓民 黃毓民的人是激進派 現在誰激進派呢 說真的已經沒有一個 街線了 但是毓民出來 你看看 由毓民從16年輸完到現在 其實他的形象 以及他不停在做很多宣傳 而他的宣傳是入到屋的 所以你說如果他出來選 是真的有機會可以 除了他本身的支持者之外 另外一向不投票那班 自命中立的那班 可能會忍住他去投票 投給黃毓民 這是很奇怪的 這是史提的預測 如果就這樣 目前是劉小禮大前 陳海恩 馮檢基 不知道馮檢基多樂力 他拉票 也是陳海恩 因為中票 但如果黃毓民出來選 黃毓民會贏 這就是史提的預測 進不進呢 都是11月退市 好 好 歡迎收看MIHK美食推介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西瓜頭總理 9點半了 是不是耳到GAPGAP聲 喜歡忍一下忍一下 我就有好東西推介了 現在我就在尖沙咀 金馬輪道 金馬輪廣場 二樓的潮流莊那裡 我主場 作為一個打火鍋判官的我 打火鍋就其他地方不去 我只是會來潮流莊 咦 你住 大廚在這裡 富哥富哥 你好 我來打火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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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打火鍋 你有甚麼好介紹 當然是牛肉 你潮流莊 我看到牛肉在我面前有兩大盆 好 我們由這邊介紹一下 這是甚麼 這是牛頸隻 牛頸隻 牛頸隻很出名 很多地方吃下去 通常是甚麼感覺 淋滑 淋滑 是 這一個我看下去 剪刀色 我猜是牛頸 是嗎 沒錯 牛頸隻很少可生吃 通常要穿多久 穿三至五秒 吃下去會怎樣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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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到 厚切一點 這邊 這是甚麼 這是橫手 橫手很特別 究竟是甚麼 這是牛肚的位置 位置 吃下去是如何 金香 你金香 我當然要 這個我每次來都要 爪鞭 我拿來 我沒有說錯 沒錯 是不是肉比最容易 沒錯 因為我最喜歡吃這個 除了牛肉之後 有些甚麼 我看到一些丸 看下去 是否拿貨 還是怎樣 全部自己打 全部自己打 這裡是幾款丸 五款都可以自己打 沒錯 全部自己打 自己打 即是紳士打 沒錯 除了吃牛肉 吃手打丸 有甚麼好介紹 當然來到持牛莊 一定要試響鈴 響鈴 周圍都有 即炸的 出來是熱的 我先拿上手 這個響鈴 即是金黃色 看下去 底部 亦沒有油 很爽 我到現在看完之後 雙手都很乾爽 真的可以 不要說 我快要開餐 我真的很餓 來吧 來吧 看完我的推介 是否很吸引 既然這麼餓 就趕快去 mihk.tv 美食推介網頁 選擇潮華裝優惠 只要9點半上來 我們馬上送你 即炸響鈴 還有 全線啤酒半價 就趕快上來 隨時見到我 要援令 mihk.tv 美食推介優惠 程序很簡單 首先在網址 輸入 www.mihk.tv slash yummy 未註冊成為會員的朋友 可以按上方註冊 之後 輸入相關資料 就可以完成登記 在地區編碼 輸入152 系統就會發送相關訊息 去到各客手機電話號碼 根據訊息中顯示的驗證碼 輸入到網站 就完成所有登記 在你想換領優惠圖片下面 按立即換領 相關優惠訊息 就會發送到各客手機電話號碼 去到餐廳出示相關訊息 就可以換上優惠 最後上傳用餐的收據 就完成了 再次輸入 行 嗨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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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